大家好,我是阿倫,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这次课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GS的处理技巧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所有内容 今天包括三部分 首先讲解一下怎么样通过第三方工具去执行GS脚本 然后再次讲解手动模拟GS的执行 最后对本次课做总结 相信GS是困扰很多人抓取数据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这次我们就去揭开解析GS的一个面上 首先看这一部分 第三方工具在这里咱们只讲一个cellulum 当然其他的第三方工具还有很多 使用cellulum去模拟执行GS的过程是这样的 在代码中体现就是首先去引入webdriver这个包 然后去实力化一个火锅浏览器对象 接着去打开某一个网址 其实driver在打开这个网址的过程中 它会去执行这个网页上所有的GS脚本 它会去执行这个网页上所有的资料 执行完之后 driver还有一个pagesource属性 这个pagesource也就是它的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是经过浏览器去执行之后 所产生的原代码 也就是说它会把GS所产生的那些html代码 也包含进去了 咱们去演示一下这几行代码 进入python环境 执行完这一行之后 它会自动的去打开一个火锅浏览器 现在火锅浏览器已经被打开 咱们通过代码去操作这个浏览器 比如说咱们现在要打开百度这个网页 可以看到 百度已经打开 百度已经打开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 去方便地操作这个浏览器 再次查看一下它的pagesource属性 可以看到它列出来了 这个网页 经过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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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之后的原代码 下一个重头戏 怎么样手动的去模拟GS的执行 要想模拟这个GS的执行 首先要学会 通过火锅浏览器 监控页面的链接 比如说这个链接 在这个链接所代表的页面打开的过程中 它会有很多中间的链接产生 也就是说这个页面上 这些信息并不是通过 这一个总链接直接产生的 它中间会有很多纸链接 那么怎么样去查看这些纸链接呢 火锅浏览器 如果你装过firebug工具的话 直接按下F12 就可以调出来它的调试面板 然后点击网络 然后选择保持 再点击全部 因为这个页面是打开之后 才调出这个调试面板的 现在要重新载入这个网页 看一下这个调试面板 会有什么反应 刷新 按下F5 可以看到 在产生这个页面的过程中 都有哪些纸链接 对它进行了内容提供 这里都列出来了 这就是监控网页链接的一个方法 紧接着 就是 怎么样去通过解析GS代码 获取必要的信息 以这个页面为例 之前曾经讲过 现在新增加的内容是 我们不单要获取这些搜索结果 还要获取和这个搜索关键词相关的商品 也就是说 它会给你推荐一些商品 这里有五件商品 都是它推荐的 但是你要去查看它网页原代码的时候 这五件商品 在它的原代码上面 并不会显示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GS脚本 也就是这一段GS脚本 这一段script 产生的是这五件商品的信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是 我们怎么样去获得这五件商品的信息 现在咱们不通过第三方公寓 而是去手动的模拟GS的执行 这个GS的执行 的最终结果 肯定也是去产生某一个请求 然后对获得的请求结果进行解析 显示在浏览器中 那么它最终 插上这个请求是什么样的呢 也许 你 既然是水平比较高 通过查看这段原代码 可以 知道 它是怎么样产生这个链接的 但还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刚才已经教给大家怎么样去跟踪链接 在这些链接里面 肯定会有一个链接 是GS所产生的那个链接 这个就需要你手动的去找 哪些链接是用GS产生的 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过滤 比如说 是agtml的链接 或者是 产生CSS的链接 或者是产生JavaScript的链接 或者是它是 使用这个XHR对象 产生链接 现在咱们在这个调试面板中 去点击JavaScript的这个选项 它会列出来 哪些是 JavaScript相关的链接 根据以往的经验 它这五件商品的信息 应该会以一个 类似JavaScript的结构 缓回 可以查看这些链接中 哪些缓回值是JavaScript的 首先看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它并没有响应信息 第二个也没有 第三个也没有 第四个也没有 第五个也没有 第六个 第六个有响应信息 但它的响应信息只是一些GS代码 然后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没有响应信息 再看这个 也没有响应信息 再看这个 这个有一些响应信息 但这个响应信息 很显然 并没有包含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继续看 继续看 当看到这个链接的时候 可以查看它的响应信息 它的响应信息 是一个类似 包含了一个类似 接生的结构 从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可以发现 它包含的有UIL 有Title 这里的这个title 这一串字符 其实是 这些依附名字的 unicode编码 也就是UTL8编码 当你把这一个字符串 双眼号引起来的 这些字符串 前面加上U 在Python的交互式环境中 打印的时候 会直接打印出来 这个衣服的名称 去掉花红糊 可以看到 这个衣服的名称为 包含秋冬佳容后款 也就是这里的 这个衣服的名称 可以看到 这个Janson内容 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那么 这个链接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把这个链接复制出来 详细的去看一下 它包含了哪些参数 然后咱们怎么样去模拟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的参数 包含name 以后面的这一堆参数 以及后面的这一堆参数 可以看一下 分析一下 这些参数都是怎么产生的 哪些是不变的 哪些是变的 分析完之后 再去模拟这个链接的产生 看一下在四粒中 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链接产生所包含的信息 和它附近的一个元素相关 它附近的一个元素 为这个DIV DIV元素相关的有ID 有这个Data PCFG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所包含的这些 关键字 有一些是在这个链接中出现了的 然后你再去 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段GS代码 是怎么样产生这个链接的 然后去模拟它这个GS自行过程 去产生最终的请求链接 看一下这个在代码中 咱们怎么样去做的 首先去获得这段脚本 也就是说GS代码 然后去获得它附近的那个DIV元素 紧接着去获得 那个DIV元素中的一个DataPCFG属性 从这个属性中 去解析一些相关的参数 从它这个属性中可以看出 它很像Python中的一个字典 但是这个字典呢 它是放在了字符串中 要想把字符串当成Python代码 去执行的话 在Python里面有一个函数叫EVO 把它那个属性放到EVO 去执行 会产生一个字典 把这个字典附给这个 ATTRDSAT 然后再从这个 ATTRDSAT中 去获得一些属性 比如这里的PID 以及下面的 FrontCatID 以及KWord 然后把这些相关的参数 都加到链接中 请求的参数中 这里是BUT放到了一个PyroDSAT PyroDSAT是一个有序的字典 当获得完这个字典之后 再对这个字典进行编码 也就是 这个语句 这个括号中的 UILLEAP.ULENCODE3DNCT 编码完之后 再用这个UILLEAP.QUOT 去处理一下 最终去组合成一个 最终的请求代码 然后再返回这个最终的请求链接 这个函数的功能 GENERATE REQUEST 它的功能完成 然后再对这个 in的UIL进行请求 也就是这句话 YARD.SCRIB.REQUEST.URL等于ICURL 它这个回调函数为PyroDSAT 这个函数解析的就是刚才的那段 类似JSON的一段代码 也就是这段代码 POST COMMAND 剩下的这些代码 比如对原始收复结果的解析 以及下面这个POST DETAIL 和之前讲过的一个实例 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很少的变化 这是手动模拟GS执行 一个完整的过程 首先是跟踪链接 找到GS产生的是哪一个链接 然后去模拟产生这个链接的过程 也即是获得通过GS所产生的那些内容 本次课要求大家掌握的内容是 知道可以调用第三方工具 去执行GS代码 学会通过火湖浏览器 监控页面的链接 第三 学会模拟GS的执行 这个需要大家去手动的去实践 才能理解的更深 这次课的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这次课的内容